为令救助 顾云当坚持之 我们的修许 要坚持 我们的红船 要坚持 不能中断 最重要的 是培养 讲坚的法师 这个要坚持 真正发心 红发力生 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照顾他 成就他 让佛法 救助世界的 无德会是 这个会里头 最怕的 是自在会他 这是一切众生 很容易犯的故事 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 傲慢心生起来了 嫉妒心生起来了 要知道 傲慢嫉妒是回忆佛法 是在灭佛法 这一点 这一点要知道 多少人 我在护持 我在弘扬 但是也在毁谤 也在障碍 所以我们的修行 往往变成什么 功过 抵消掉了 学了一辈子 到最后 没有沉疾 可以 所以还要受 叶宝啊 善油 善果 我有我宝 叶英果报 丝毫不爽 你没办法 逃过 特别是在 我们这一代 随时随地 你只要细心 你能看见 到你看见了 警惕的心 就生起来了 我要有成就 我不能犯着过失 我要常常犯着过失 自己这一生当中 决定不能成就 洪护干了一辈子 还要到我道 到我道里头 比较好一点 你今天学府 多到我道 受的罪比较轻一点 不能不受啊 想一想 提普达多 释迦牟尼佛在世 他跟释迦牟尼佛是 堂兄弟 跟佛出家 有一个不善的念头 看到佛 受到许多多人尊敬 在基督徒 在基督形成起来 总想呢 自己有一天 能够取而代之 自己也讲经说法 也有不少途中跟他 他讲经 回报 释迦牟尼佛 标心立意 批评 释迦牟尼佛 这就是 违背本事 历经 叛道 还想 害 害 释迦牟尼佛 置 释迦牟尼佛 与死地 吴尼佛 吴尼罪里头 有一个 处佛 神学 就是 提破大多 这个故事 师尊 他们这个团体 是住在 野外 山林里头 树下一宿 每一天到 居乐 就是我们叫乡镇 城市 去托博 他所走的路线 提破大多很熟 恰好 他要通过一个 银石 翘鼻 要通过 这个地方 提破大多 就在山顶上 准备一块 很大的石头 那佛陀 不从山下经过 他把石头 推下去 想把佛 扎死 佛的佛 宝大了 又 胡法神 宝火 石头 推下的时候 委托菩萨 在空中 用金刚鼠 接住 石头 就碎了 碎的时候 碎片 砸到 释迦牟 那时候的脚背 流血了 就流了个伤口了 处伏 神血 忤逆罪之也 这是想 谋害老死 出什么原因呢 出于嫉妒障碍 啊 啊 想 去而代之 造这么重的罪 所以佛 所以佛就 跟大家 解释清楚 死了之后 堕 无间地狱 阿比地狱 阿比是凡事 就是无间地狱 无种罪 无中罪 最业 头一个 杀母亲 第二个 杀父亲 第三个 杀阿罗汉 阿罗汉 代表老死 第四个 出佛神血 啊 这个代表什么呢 灭佛法 第五个 破佛佛神 啊 一个很好 很如法的 修行的一个团体 你造谣 生死 把它破坏 让大众对他 深切怀疑 啊 不再进入 他的道场 这五种叫 无腻罪言 比失窝 还要严重 失窝 多地狱 这个无腻 多无间地狱 容不容一犯呢 很容易犯 所以 我们要认真学习 决定没有死心 没有贪嗔痴慢 没有忌妒伤害 你才能够永远不退转于正法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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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